人工智能是当今科技领域最火热的话题之一 从机器人到智能手机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医学诊断 再到现在火得一塌糊涂的CheckGPT 人工智能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么,什么是人工智能吗? 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人工智能的定义可以说是比较广泛的 但简单来说,它指的是计算机程序和机器 通过模拟人类智能的方式 可以自动执行一些复杂的任务,甚至超越人类 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渐渐融入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智能家居、智能手机、智能客服、自动驾驶等等 自动驾驶汽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种技术基于人工智能算法 可以使汽车自动驾驶 而不需要人类驾驶员的手动控制 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也非常广泛 比如医学图像识别、疾病预测等等 人工智能的一些核心技术 包括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 这些技术通过模拟人类智力 可以让计算机程序自主地学习和改进 从而实现更加智能化的表现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可以预测 未来的人工智能将会越来越智能化 越来越贴近人类 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ChatGPT的出现带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便利 帮助我们编写代码 帮助我们写作 甚至给予我们一些人生建议 只能说ChatGPT的出现 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 这就是人工智能 在我们的生活中 人工智能无处不在 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我们应该持着开放的态度 来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 并且随时随地地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避免跟不上这个时代异常快速的脚步